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命令老师 苏坤荣 苏老师 各位观众大家好 姜伯乐 姜老师 他们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赶快来看一下今天我们要谈什么主题呢 请看BCR 这样压扁的旅罐刺破轮胎 救护车在高速公路上抛锚 修车场都觉得很离谱 不过更离谱的是另一辆车突然熄火 怎么发都发不动 驾驶检查不出原因 修车场也说得仔细查一查 两件突发状况 都是发生在运送密闭大陆女子的过程 车上在遗体不方便找拖吊车 业者决心试试和红波沟通 结果车子用绳子拖着下高速公路 真的是灵异事件吗 他们宁可信其有 因为连相机都出状况 我怀疑他的照相机 他在按快门 在解剖室按快门的时候 怎样按都没有办法按下去 大陆这都是金额额额 可能他觉得 还有很多烟漆 还有很多婉婚 没有处理 所以用这样做标记 赵仪社尊重死者有灵性的说法 也相信心存善念 缘有头再有主 警方有时候在处理一些命案的时候 是第一时间去接触这些遗体 但有时候真的就是会出现一些状况 那对于这个事情 辉文哥可以先帮我们讲解一下 刚刚那个大陆妹是我们两岸的色情业 有史以来最惨的一件 它的案子发生的时候 是那个渔船 载着一堆大陆妹 三十几个 要从大陆那边偷渡进来 那刚好我们的海巡署的巡逻艇发现 就嗶嗶就要上去尾 那你知道那个人蛇集团 那个船老大 心都很慌 看到那个海巡署的船要开过来 就把船上的大陆妹 不管你会不会游泳 全部推下去 没有救生圈 标准的推下海 都对你塞过 整个三个都塞过去 他是希望说全部的人都跳海 都离开我的船 我的渔船 这样海巡署的船过来 说没有哪有人 他们自己在游泳 干过什么事 想要这样躲避行者就对了 结果你等一下大陆妹掉下来 因为海水跟我们观众朋友 想到温度不高 是啊 海水很高 很冷 冷的 不会游泳的 下去不是休克 就是一分钟溺水 没呼吸就昂液 对啊 结果这整个推下去的大陆妹 有的会游泳有救起来 被海巡署的救起来 或自己飘舱岸这样 另外有六个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那个VCR里面 那个在尸体的车车 六个大陆妹往生 那往生的时候 刚刚那个VCR讲得很清楚 他们死不瞑目 那这车你载的时候 他要开去便宜馆嘛 要等法医他们来接驳 要开的时候 车都没电脑 后来这个藏医舍 因为这都是藏医舍 你老的这个小孩 刚刚VCR看到的车 都终于是谁的车 他发现说这个轮胎破胎 车子抛锚 然后法医的这个相机 也按不下去 后来那个业者想说 因为你看藏医舍 坦崩坦也要做点社会公益 他们后来就去买那个 网生贝 上面有印那个大伯仲 那个网生贝 买了六件 送去那个便利馆 给它砍嘛 因为后来大陆那些家属 就跑来认识嘛 也对我们台湾这边 非常不谅解 可是藏医舍 还去买那个网生贝 给它砍 因为都没有人要处理嘛 因为等于是 家属还没过来的时候 要去帮他们做后事的处理 这部分他没收质 就算说我这六年 衣服跟这个伯子去送 让他能够超度 不然很可怜耶 你看死了之后 被推下海里去 冰山山啊 其实那些被捞起来 那些大陆妹就送进乳嘛 就以后再遣返回大陆嘛 其实最不及死啦 对大陆妹来说最不及死 对 除了一种 像这种类似的女士 类似的案件是说 死人 就是说所谓尸体 有没有包含 死人到底会不会输烟 前几天 前几天在戏子 横戈派出所 就破了一个 比较很奇特的案子 有一个年轻的男女 就是烧炭自杀 烧炭自杀 就算了 叫做祖山 点清楚就有遗书 结果过了没多久 有一个男女 这个年轻男女朋友的朋友 他跑出所去自首说 不好意思 他说我错了 我犯了罪 犯了什么罪 你还没什么事 对啊 因为这个自杀 烧炭自杀 这个女孩子 在生前 他曾经给她做性侵害过 好 有什么人在自首呢 他说我怎么得 对啊 本来已经判定情 自杀情 做梦见这个男女孩子在吹 你还回来说 原来当时就是因为这个男的呢 这个死者男的 跟这个死者女的是男女朋友 十步要去做兵 所以交代说 卉文 你交代我交代我照顾我的女朋友 结果没想到卉文我就站下来 卉文一里 那里我站下来 站下来 那女孩子 男孩子回来之后就跟他讲 对他欺负什么时候 两个人越想越不甘心 说烧炭自杀 烧炭自杀 这个男的呢 那在他们往生之后 一到灵堂去拜 但一拜就神经就很慌张 他还没办法过来 不到几天他就 受不了这个精神折磨 受不了这个心理上的折磨 到派遇所去自首 对 生前有个要做性情 那警方他是第一接触的 那高法医 凝确验尸的时候 会不会碰到一些灵异事件 真的有死者会数冤情 我们宁愿不要相信这个 因为你相信这个的话 你就坐不下去 但是真的常常发生 我们就常常去遇到 遇到 有时候家属就 像我一次碰到一个 他儿子被杀 结果我们还没找到尸体 他妈妈已经去报案了 我问这种态势 我说奇怪 你女孩 你女孩 还没找死亡 还没找死亡 刚才两天而已 你哪知道的事 刚才隔天就来报案 那个警察就说 你这老婆生 我不会报你妈 你女孩没回来 没代表死亡 结果那个女孩 那个女孩就报案 说她女孩用胎死亡 在那个床口 还是前一天他打扮给他用 对 我那淹室 原来他是杀的 真的是刀子 可是找不到凶器 找不到凶器 我们就觉得说 不就再找 拜托警察去找 我们知道一定是他杀 因为杀的 没有杀的 杀的又胖 就去找 结果都找不到 结果两天而已 他们又不再来 说你去看 在那床口 桌子 就放在那里 我说我好可怜 你如果每个高位都说 是啊 我像我拍摄 人家在说 不要不去找 对啊 然后去找 还真正 用保证包 里面整个都被 好可怜 好可怜 警察也厉害 他包他快拿来之后 就快拿来看看 我都说快采指纹 指纹 指纹采了 不说很不容易 但是有那个半眉的 不是说很漂亮 有采的 但是没对象嘛 所以也没怎么查出来 好可怜 很好问就是 那个刀子 用刀子去杜的时候 手去刮 也会 凶手的血 流到那个刀子买 刀子买的 在那里 发现说这个血迹 跟这个血迹DNA不一样 结果又找的时候 两只刀子去找的时候 发现说 这两只刀子DNA很像 但是不一样 我就找他说兄弟 当 就要找他去找 行凶的 凶手是兄弟 对 是兄弟 那江老师真的冤死的人 他真的有这个能力 可以托梦给亲朋好友吗 其实就是说 一般我们在一般的民俗习惯里面 就是说冤死的 但说臆死在我 他不是死在家里 不是寿终正寝 就想饿死在外面 这种鬼魂一般的怨念都比较深 怨念比较深 而且在古代的时候 跟现在是不一样 古代如果这个被杀的死在外面 通常他如果要上回家的时候 他不直接上去丁头 没有 是放在外面 而且你要知道 而且是脚先朝里面 他投在外面 他认为说 你如果头先栽进去 出来的二亿年一定倒门 很多做坏事的人为什么会破案 因为第一个 鬼魂真的会找他 鬼魂回来找他 你每天都要打包 每天都要乱 你杀了那个凶手 他还是会害怕 但是你要知道 并不是所有的鬼魂 都一定敢找这个凶手 有的比如说 这人叫台湾 有的命案没办法侦破 因为台湾 他看他一遍 又怕他叫台湾 跟我们又怕到 他也会怕他 所以这个时候 你知道 我们要对各位观众 就加属一个心理的见识说 你要烧香跟王哲讲说 某个人台湾 你现在已经做事了 你是说做鬼 他看你看不到 你去找他補充 你说一遍 两遍 鬼魂也说 靠王银子 没有我没想到 你说第三遍 第四遍 刚刚有一天走到凶手面前 他扒凶手一巴掌的时候 凶手居然没知道的时候 他就乱捶了 那个命案就给破案了 对啊 但有一些还是没有办法破案 因为有时候接收不到 这些死者传来的讯息 所以会靠舒老师 好像会用观众音的方式 跟死者沟通 我先读说一下 这个舒老师可是来头不小 他们当人有做理经乎 我们台北市 应该都知道 观众音的最早始祖 就是我们的富翁这些 如果我们的观众朋友 有去看过观众音的话 他们当人就是那种大师傅 但观众音为什么 有的人可以看到一些景象 有的人没有办法进去呢 我看不到 一般来说 观众音是观音术 那观音术来讲的话就是说 事实上是我们人有气场 那我们大地有磁场 那事实上气场跟磁场 如果融合就容易关入 不是一般人在外面传说说 你是大生肖 想买啦 想牛啦 想牛啦 关不下去 没这个 就是当初你的磁场如果融合 你就进入那个空间 我就起一个 在去年的事情 对 有一个住在新竹的 他们就是一堆人 然后去爬山 后来他儿子摔到山谷 死掉了 结果他当初接收到这个信息 就是警察保护去 但是过来几天后 他就问他儿子如何 一父的哀伤的样子 而且很厌恨就对了 他问之后他说奇怪了 怎么这样 到后他就是透过朋友介绍到这边 用关露音就是关林宿 下去找他儿子去讲话 结果他儿子返在警察看 事实上 他儿子爬那条路 跟他发生的事故有一段路就对了 他哪有奇怪 照理讲爬山是这条路 他怎么会往那边走 后来他就写那个景象 他是跟了几个朋友在那边 好像为了一个女孩子在那边 就在断崖旁边在谈判 那几个就把他抓起来 把他摔下去 把他摔下去 所以去关露音 就是看到他命案现场 对...整个命案发生的现场 结果他的那个亲... 他妈妈就趕快就又去报案了 她说一定要找那些几个人 而且他说长得什么样 的确那天有那几个人去 这样啊 然后后来透过新房 透过新房他他们总统承认说 是他们把他推下去 那前面的高法医 你处理过最恐怖 最不堪的尸体 也不是说最不堪 主要是自己的老婆 还带自己的女孩 我跟他说 我跟他说 这很贏 我们休息一下 你还听高法医怎么讲 自己的老婆 对 可是因为他前生被杀了47刀 47刀 全身哭 然后又是在下阴部 杀了差不多十几刀 我们就发现说 这个女孩子没有逃跑 就说我好 你踢的是 你没走 你总要顧着你踢的 没有反抗的 而且他也没有去抓那个刀子 因为有时候我们抵抗的时候 会抓这个刀 会被割伤 就手都会 他还不是 他都踢在外面 是先被迷惑的吗 是不是 他在拜托 我死者不要 不要 不要他踢一半 是他去捏到 法医他拜托 不要他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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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拜托 他其实不让他 他在拜托 你真是 他在拜托 你真是 他在拜托 是 他在拜托 已經很久了 不過其實差不多76年的時候 他自己... 因為他的老婆沒錢 他就叫他女兒去做那個... 印招那種... 印招女郎 但是他女兒就不要 因為十九歲而已 小孩嘛 他也沒辦法做這個工作 他就說我沒辦法去 他老婆越常越去 想說我娶這個女生沒好 好 把他盜補 他就給他保了 差不多一千萬左右的保險 但是他沒有錢付那個保費 你知道嗎 他就付一個月以後 就覺得說 立不起來了 要抬了才要抬了 真的他就是這樣想 就跟他抬時後 他怕人家知道嘛 我們在家裡抬時後 我們拿在山上給他彈 那我們到現場去的時候 他死在山上 可是因為他全身被殺了47大 幾千塊 然後又是在夏陰部 殺了差不多十幾大 我就說這個一定是情殺 因為大家都會看嘛 對啊 你有抬到垃圾 抬到臉 我們就知道這是情殺 結果我去看我也覺得有可能情殺 但是有一點最重要的說 他臉上沒有什麼割傷 這個情殺案倒是比較少見 情殺案通常都會把臉毀容嗎 對 毀毀容 大部分都會毀容 在他的台 結果我又覺得沒有 還有一點再看 現場沒有什麼血跡 所以我們認為這個不是第一現場 可能是說 這可能在哪裡也被判 被氣死在那邊 而且還有一點就是說 他被殺的時候都是前面 後面都沒有傷 我們就發現說這個女孩子沒有逃跑 譬如說我告訴你 你打的時候你不走 你只顧著你打 沒有反抗的 而且他也沒有去抓那個刀子 因為有時候我們抵抗的時候 會抓這個刀 會被割傷 這手都會 他又不是他都在外面 是先被迷惑的嗎 我們就覺得說 是不是 他在拜託 是先不要 不要把他抵抗 他才會撩到 他拜託 不要把他抵抗 那個感覺 我們看得出來 有那個感覺 我們覺得 我時來很可憐 就想說這個案一定要破 結果我們就想說 第一現場在哪裡 最重要嘛 我就發現說 有可能是他男朋友 結果找男朋友在台北 所以不可能 現在他親屬一定有可能的 我去找他男朋友 他男朋友說我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我就回來 發現我男朋友沒在 我就去報案說他失蹤 我就覺得很奇怪 你一個人離開 你們家兩點鐘 你既然給我報失蹤 你敢相信 對 兩點鐘就報失蹤 所以一定是有問題 你怎麼知道你們的失蹤 而且他態度很冷靜 沒有難過 悲傷 可是他很冷靜 他既然通過策環試驗 策環過 策環說 這時候他說不是我台的 真的不是台的 都沒出來 那是冷血的人 才可以通過這種嗎 然後最主要就是說 我們發現說他那個地板 他換了一個新的地毯 我就說奇怪 你那個古地毯 因為那個地毯很新 他還搬來很久 這個地毯這麼新 最近拿去買 你以前那個地毯 他說以前沒有出地毯 妹妹人嫁別人說 有他有出這個地毯 他就說沒有 叫我妹妹去找地毯找 所以我們是找不到 但是後來我們問的時候才知道 他是把他女兒殺了以後 用那個地毯把它包起來 就把它丟到山上 然後把地毯拿回來 然後丟到垃圾車 是不要我們去找那個地板 扭起來的時候 因為我知道他會躲過地板 然後在地板 然後在炒大 對 有一團血跡 我們噴那個螢光環印的時候 大概有一公尺大 所以就表示這個失血 已經超過1000cc 我們就知道 這人已經死了 有可能死了 他老婆還借說 他女兒是在老平坑會 什麼會有時候會掉下去 他就打下去 血跡是女兒 他那是女兒女兒 有時候在一家老平坑會 或是切肉 切菜 切肉 會這樣 都亂不說就對了 本來我們好處在好運 是發現他有交通工具 然後去找他交通工具的時候 才發現說 他用機器 他騎機器 機器要載人載去彈的時候 你一定要放在後面 對 你不說放在後面也可以 我們就要給他查那個機器 結果發現說 他告訴我他機器洗過了 他就好待會說 我機器洗過了你不用查了 我說 你如果我沒有查什麼 你怎麼知道你洗 他在說得很好 結果好運就是 用那個載的時候 用那個鐵架來載 鐵架那個螺絲有沒有 螺絲 一支一支 他洗好乾淨 但是螺絲不洗 螺絲一百塊之後 一支一支放在四年十元水 全都紅了 就抓到他 因為他屍體用摩托車怎麼載 他以前那個猴子有沒有 他一百塊在哪裡 我們一般 送貨的後面有一個鐵架子 一般摩托車 一輪摩托車 然後坐架子 那我送過報紙 我知道 一般人家做個鐵架 鐵架之後再放重的東西 他就這樣做 所以整個剛才螺絲 螺絲一直講 整個案子來講 為什麼死人會搬 為什麼屍體會錯誤 就是因為整個案件裡面 蛛絲馬跡都可以出來 但是有一些遺體是家屬 他不願意讓 因為你有時候判不出 他到底是他殺還是情傷 因為他們怕死者死兩次 我們的觀念就是 死要有全是怕 其實最有名的案子是誰 就是民國七十八九年的時候 宜登發命案 那當時 這當時誰有名的 楊潤松楊法醫 這都有兩點來講完 當時楊潤松下去 他按照他的權威 這一定是他殺的 甚至於他把整個案情 都已經想出來了 真正高端的 我跟法醫說 這就是怎麼抬 這兩兄弟 連手打 所以當宜登發命案的時候 他倒已經回到現場 用過去的經驗判斷說 這應該是 他跟某某某人怎樣 王家的時候 他碰到他 用他的傷口的角度去判斷 他是怎麼被殺的 或者是怎麼死亡的 當時預測是說 這就是有人弄的 對 所以引起很大震撼 但是要來解剖的時候 他們家屬沒了 因為當時宜嘉市在高雄是等於是 宜嘉市多大 很有聲望 所以他是有禁忌的 那碰到這樣家屬不給解剖怎麼辦 其實他剛才說這件也是一樣 他當時這件就說 你如果告訴他 這是一個意外的死亡 他們家屬一定接剖的 對 你就說他當然不必 他就感到要解剖了 沒有 因為我們 中國人的習俗就是說 往生 因為我們人有傷魂 那傷魂你如果 第一個往生的剛開始是 主要有魂魄 但主要有魂魄有分別是 胎光 雙靈 幽金 三條魂就對了 那條魂如果說 頭一條去裡面去報道 那村的兩條會留在身屋 要到頭七他的祖魂回來 告訴他說你死了 告訴自己又死了 所以一般來說 解剖屍體來說 最好是過頭七以後 過頭七以後 但這樣會不會影響他的 但是我們如果是凶殺案 就隔天一定要解剖 有時候晚上 趴在那邊就看了 趴在那邊就看了 我剛才沒辦法說 我一次就是剛才去找凶殺案 去打了 他媽媽說溫先生AIDS 沒有啦 你又要... 我說要撥 沒有啦 其實我們AIDS 教理是要經過一禮拜才撥 因為一禮拜後才不會傳染 它的傳染性已經幾乎沒有了 所以我們都等一個禮拜 但是凶殺案就是一定要撥 我也是把它撥下去 還好啦 撥很均勻 但是我們來講說 一般像這種解剖 就是說其他其實分兩種 一種就是說 他可能是命案的現場 就像高華一直有講的 你必須要解剖的 對 但另外有一種不是 另外一種 尤其在一般的宗教 一般的觀點 尤其佛教的觀點裡面 那種是說 死後大體捐贈 你把你的大體捐贈出來 可以幫助很多人 但是你知道 我自己親身遺留一個案例 就是說當然 你把這個身體捐贈出來 幫助其他需要的人是很好 但一定要有後續的動作 那我現在講的是 我自己親身客戶的動作 就是他們本身是基督教的 基督教一般不像我們佛教道教 他不相信 他就把他爸爸媽媽的大體 捐給台大醫院 我會直接講出來 捐給台大醫院 那結果呢 捐給台大醫院之後就說 他那個解剖不是一次解完 今天可能掛架 明天掛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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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化驗 結果過沒多久 差不多半年了 他家人就長輩來託夢說 他全身整身故教會 永遠扣人的事情不可能 結果後來去跟醫院要說 就他媽媽跟爸爸托夢回來說 要把屍體拿回來 下場他不要再解剖了 但是後來他們姐妹兩個 去跟醫院要的時候 醫院不給 那為什麼不給 因為生前他們有簽一個協議書 同意給他解剖 所以就算你家屬要把他領回 也不可以 到現在還在處理當中 那我們在講說 其實大體捐證是好的 那包括說 一般命案的肢體的解剖 那後續其實怎麼處理 是比較重要 一般以我個人觀點來講就是說 通常一定要唸藥燦 妖燦 再提拔 念筋和提拔 做超多 病人的病體就可以好 但我們講的是說 你是一次解剖 你是一次解剖 唸一次 你如果說 只要半年 三個月再一次 你每天都要念筋和提拔 不然你掛好之後 它變得更好 你再掛一次 它再打架 再掛一次 它再打架 所以你要不斷做超度 做這個藥燦 念筋的動作 這樣麻糊的病體才會好 你們有沒有去採訪過有接受過那個 就是往生者的那個遺體 接受那個器官 就是堅針出去的 對 接到他們的器官 其實我那時候 我們一直在追查一個案件 就是當年的陳靖興 那個時候有殺人 那個陳靖興 但是他的心臟是堅針出來的 等一下 我們再休息一下 進一段廣告的 等一下 等一下 不要上去比小女兒 不吵啊 我怎麼會打 上次我們去解剖一個 麥光環 這個就長得很漂亮 剛才一個女兒子 十九歲 就剛才那天去往台 頂導人就是好險 她剛好死在產業道路旁邊 人家一經過馬上就看到 所以就馬上報警 報警以後 她因為是一個凶殺案 我們當天下午就解剖 所以來的屍體是很新的 是非常新的 我們很少看這麼新的 而且那個女兒子身高 差不多一百七十幾 是啊 還很白 就皮膚看起來 就是很漂亮 幫他講話 我們就起就要跑 我們比較老了 比較沒感覺了 我們就起 年輕的菜鳥 結果剛好有一個法醫就跟我 他是光碟醫院的外科醫生 他想要轉來做法醫 他就跟我學習 結果他就來 就對我跑 他就要跑 他就看 這漂亮的小姐 她說我可以說 對不對 這帶回去做莫德 怎麼要打 是這樣 跟他說一句 借名還要對一年 接受到往生者的器官 會發生什麼事情 其實我們一直在注意 那時候 陳映勤的案件 陳映勤嚇動不忍 那他死掉之後 他被槍斃之後 那麼他就把他的器官捐住 捐什麼 眼角膜 眼角膜 還有他的心臟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 我們就覺得就有接到人家說 那個某某人是陳映勤的 這個堅針出來的人 那我們就去查證 結果一查... OK 那不是 不是 是假的 但是我們就針對很好奇 誰拿到陳映勤那顆心臟 那因為我們 我曾經看過一個影集就是說 在美國一個 也是一個堅針 這個受刑人的心臟之後 他就開始 他的生活感覺很奇怪 他說不自主的 去做死者以前做過的事情 他自己不知道 要自己做 就是事前 生前他會抬狼 後來這個 拿到器官的人也是抬狼 就是他以前走過哪個地方 他不自主的會到那個地方去 因為他那個心臟是他別人的 所以他做的行為 是別人的那個思考的行為 那會影響 那我們就想說 如果這樣說起來 當年接受陳映勤 那起立心臟的人 是不是跟我們走 會這樣 這樣接受陳映勤 可能是陳映勤的 真的 對喔 我怎麼可能這樣 因為蔡英哥跟剛剛江老師這樣講的 會讓很多公益團體抗議 我一定要講一下 器官捐贈 下次節目 潘潘我代表格來 大家當場就簽了 因為你器官捐贈 大體捐贈 你要第一個就是 對病理的那個研究 特別是他們法醫 他們一些檢驗員 他們要升格當法醫之前 他一定要先練習 那一定要找一些病理的研究 大體的捐贈 江老師 大家一起簽了 就是說這個東西其實 不是 但是我們正常人的話 就比較覺得OK 但是他是那麼壞 那裡鄉的人 對 所以我要講就是 那時候送去這個 林口的一個大醫院 那時候我們通通去問說 誰拿到他的這個 這次不夠的跟你講 但是我們那時候有聽講一個 就是排到眼角膜 就是排... 因為你知道那個照射 排到第一個那個人 他說不要 對 我要等下一個 我不要陳映勤的眼角膜 也是挑的 那時候處理的時候 因為他們法醫執行槍決的時候 會打很準 不會說破壞到他的器官什麼 他畫畫 對 往前畫起來 然後再叫法醫去打 這樣 所以基本上 捐贈器官的死刑犯還不少 這我們現在台灣最... 最可能的來源 但是這幾年的捐贈器官少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從去年到現在 有執行死刑一個人 跟他打錢跟他打一個人 對 因為我們現在慢慢朝退出 退出死刑型 對 所以我剛剛前面講說 這個屍體會縮 其實原因很多啦 我要講一個案例是 比較離譜的案 他家屬也不願意解剖 他那個案子 他是一家公司 然後兩個大股東有起糾紛 起糾紛之後呢 這個比較弱勢的小... 這個比較小的這一派的股東想說 那我要塑造我被害者的形象 他去找黑道 跟他講說 你叫一個... 好啊 一個小弟來 然後我集點到家 你跟他打拼 你到我家去開槍示威 去開槍示威 那我就可以報警了嘛 你看那個誰 林曹欣派人開槍來打我 就是他還復仇啦 對 假設這樣子的 那大家覺得我是被害人嘛 那可能我在爭奪這個股權 他們可能會比較悠哩就對了 就當天晚上他回去 那個小弟真的就在那邊等他 看到他車回來 然後人走進去就開 就一開就把他開死了 是要去開 要去拐 弄假成真啦 他講的這個案子是很有名的案子 那我... 這不能說出來 好 我再補充一下 那個小弟呢 其實不是開錯了 而是他當天 站在那個墳頭上 就這樣在那個牆頭上 然後他進去的時候 夫婦兩個走進去 他一直站在那裡 然後剛才拍的時候 爭奪跟他爭奪 所以角度不好 所以拍戲 哪裡有這麼巧合的事情啊 可見你知道我內幕知道多清楚 對不對 就這樣子 哎呀 怎麼會這樣 他越講越名了 真的 但不能再講一下這個東西 刺激到很多的利益 家鄉 我們剛才都有改破的問題 家屬不解剖 對 他知道來龍去賣嘛 就是我拜託誰來開的 所以自己心虛啦 但是這個部分 觀眾朋友一定要觀念 就是大家不要被媒體誤導了 沒有什麼家屬同不同意解剖 對 哪有什麼同不同意 依照行事說通話 就是該解剖就解剖 對 沒有什麼你同不同意 同意我們是對不對 請問高法醫 我們解剖上面 會不會有什麼禁忌 解剖有禁忌 不是禁忌啦 我是有習慣 你先拜十則啦 先跟他講 有什麼事情 先跟他講一下 拜託一下 你要跟他關閃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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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比較好 這樣我們比較心安啦 來後就是不能再說話什麼的 很重要 開玩笑的 像是我們去解剖一個 麥光 反正就長得很漂亮 一個女孩子 十九歲 就剛才那天去往台 重島人就是很懸疑 他剛好死在產業道路旁邊 人家一經過馬上就看到 所以就馬上報警 報警以後 他因為是一個凶殺案 我們當天下午就解剖 所以來的屍體是很新的 是非常新的 我們很少看這麼新天 而且那個女孩子身高 差不多一百七十幾 對 還很八 就皮膚看起來 就是很漂亮 幫他講話 我們就起就要跑 我們比較老了 比較不感情 我們就起 年輕的菜鳥 結果剛好有一個法醫就跟我 他是光田醫院的外科醫生 他想要轉來做法醫 他就跟我學習 結果他就來 就對我拍 他就要拍他就看我 開始說你 你怎麼經常看就說 沒有啦 不要經常看他很新的 對啊 他就跟他說 這麼漂亮的小姐 你剛才說我聽他說對不對 這帶回來做法醫 怎麼要跟他打的時間 跟他說一個 這女孩子 對一年 就跟到他家裡 他現在 他住在一個郊區的二樓公益 他說他每次開車回去 因為車子有聲音 停車庫 對 有聲音對不對 他媽就在樓上看說 我們人回來了 就要準備寬密創殺給他 結果去看他發現說他下來 旁邊還有一個小姐下來 帶一個小姐回來 他想這樣不像我們家 看路牆壁 然後他回來了 一個禮拜說跟他人家一個 他說你剛才不是帶一個小姐 他說沒有啦 我自己回來 怎麼沒有帶小姐 後來我們跟他們都這樣 他們才會覺得說 這個小姐跟美娃 到底我們很感動 對 跟他有關係 不敢講 對不對 他們才會 一天就單好 他們說開回來 他沒關係 拚下去 沒有人 這次就沒有人 沒有人之後過來 過兒女兒來吃飯的時候 他們就在床上 後面有一個陽台 有一個落地窗 他媽媽都坐在那裡 吃飯 怎麼站著女孩子 他媽媽坐在那裡 他媽媽先看 當然跟他說 我們陽台哪有 她媽媽看的 對 她媽媽看的 就是奇怪 都她媽媽看得多 但是這次都玩先生也看的 他媽媽看過兒女兒 就外頭過兒看了 沒有 不然他媽媽再說一次 他媽媽沒到我 他說 這次怎麼有一個影子 兩個就跑過去看了 就發現說不可能 因為陽台外面就是 離開 一直離開 你不用擔心 對啊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江老師這樣對法醫會不會 對那位醫生會不會有什麼影響 當然會有影響 一般其實就是說 我們有提過說 包括法醫處理這種 往生者的大體的時候 一定要特別注意說 剛才法醫有講 一定要尊敬 對 一定要跟他 有時候像我們一樣 你不能跨過實體 你一跨過實體 你沒頭沒洗 不可以 你要知道 你來跨過雜播的實體 或雜耳的實體 是很不靜的 因為你要知道 如果男生跨過去 那個LP就在上面 是很不可能的 所以通常你在做這種動作之前 就要法醫講 一定要現在 對不起 我是因為怎麼樣的工作 要幫你處理 對 包括在搬運的過程 那搬運的過程裡面就是說 你要跟網上說 我今天是 殯葬業 我什麼工作 我是因為什麼輸咬 要把你移動或搬動 你不能來找我 你要講清楚 但你看到漂亮的小姐 或是冷酸 你不能說 這這麼漂亮 做不好 那高法醫 你們處理那種被分屍 還是像陳金火那種命案 他肉被吃掉了那種怎麼辦 高法醫就是台中發生 所謂的食人膜 陳金火事件的時候 就是我們這個高法醫 有這個給他留的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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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經常在講 我這個觀念比較好一點 就是說 其實有時候我們看一隻 現在比較好 因為現在有DNA 所以你只是去蒸汗 你DNA也做得出來 不要說乾了 不要說放太冷了 腐敗 大家都做得出來 不然腳腿像大腿 我們骨頭拿起來 像鍋子鍋子 去找到一隻大腿的 我經常說 有時候我們的觀念不對 就是說 看了一隻大腿 你說 這有人去做截肢 他大腿無能彈掉 我絕對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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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的都是因為驕囂 我看最多的就是手 腳都是為了驕囂 如果LP大家都為了 紅杏次郎感情 我們台北人看 我們是都看手 手切斷 我們就知道這人大腿 因為我們這個長度 乘以8.6 就是我們身高 然後看腳 你會知道這個是 他穿的鞋子多大 身高多少 或是看的水旗 你就知道這人幾歲 骨頭 你就知道這個人幾歲 我們是利用分子 但是主要是要 因為我們找到這個人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找到對象 你認識這個人什麼人都不知道 對 你都不知道誰 不可能 不是 那那遺體 遺體它那個 就是往生者的話 它如果少了LP 少了性器官 或者少了一隻手一隻腳 那不會有一些 很奇怪的事情發生 所以就是像我們剛才講的 好像會了 會去跟他的所謂的家人或什麼 託夢說 我是什麼 我的內地的 怎麼會痱痱 或者是什麼之類的 或是託夢 我曾經其實有遇過這個事情 對 當初他就是說 他兒子有了 他媽媽是慈悸 慈悲為何 他兒子稍微細小 發現車子往生去 他就說 有需要很多人 需要 他就把所有可以見證 全部見證出去了 結果後來他的姊姊 用透過關羅因 關林樹 下去找他的弟弟 結果出來說 你弟弟眼睛千萬元 百度坑坑 要說 對 所以你要見證 你自己一定要知道 比如說 我今天如果寫下這個 切結書來說 同意書來說 你有什麼準備 所以你如果脫掉了 你說我身體被人家拿走 其實我的魂魄是好的 你知道 那個時候也是透過 對啊 透過那個 寫明的幫助說 事實上你的肉體而已 你粉現在都沒有了 眼睛也長出來 然後裡面的東西也生出來 因為江老師那你認為呢 因為有一些是車禍 也是腸子什麼都跑掉 或者被人家剁成肉醬那樣 所以其實一般我們在講說 骨頭減掉了 肉減掉了 都可以補 有的比如說 你心臟可能少掉 你可以用個豬心來補 用豬心來補 但補下去只不要放在他 他實體的上面 但是這個都要透過所謂的法師 念超多的法師 來補背就好了 有時候你可能手斷掉 手斷掉 其實剛才法醫生 那之前我們還有訪問過許浩平 浩平哥嘛 他說他以前在當記者主播的時候 他曾經去採訪那種空難的現場 然後就是到事隔半年以後 才找到那個罹難者的一根骨頭 第一根骨頭 就是幾十個人罹難 找到第一根骨頭的時候 泡在海裡面喔 撈出來的那一根骨頭 半年以後流血 對 所以真的 有很多這種不可思議的事情 那我們再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換你啦 換你是 對啊 就是 我進去而已 我開去進去 我怎麼在地上還有炒 還有電 他說我們這個電都沒有金 整個人有在乎 所以他一直在電 他那是迴轉式的 可是一直走的 一直巡迴 我就以為我好 沒關係 他說要金我不用 你怎麼放的 我看很正確 我看了之後我回來了 我就說 他們把這個可能是廚山 這個有問題 那個...那個錄影機 錄影機 在電影 你去電影機在這裡電影 我說完之後 他在電影 我們剛才把一剛剛講的那一位 被跟了一年的那位往生者 他還有後續的故事嗎 沒有 他後來就覺得說 自己也越來越散了 他覺得說 我如果最近阿婆怎麼... 你每天被壓 也沒有 我是沒聽說的 因為他還不敢講到這個 我想他不敢講到這個 應該是有 他晚上可能也夢見這個女孩子 我想應該是有 他自己不敢講 到最後就是他覺得這樣不行 他幾年越來越散 而且身體越來越不好 他就找那個人家去吃法 看是怎麼樣 人家知道 你會聽到那些女孩子 就對你去旁邊嘛 他才把這女孩子 不知道用什麼辦法 把他招出來 他就說 他說我結婚了沒辦法 他說你結婚了 你當時怎麼會跟我說那種話 是 我想要嫁禮 你還一表人才 這醫生嘛 哪有好嗎 對 當然是嫁禮而已 我怎麼... 我現在說這樣 從本來就找一個人 我現在回到這個... 跟他這個案子差不多 因為是在那個... 什麼做法警的 我們解剖 而且是年輕 因為年輕女孩子 往生嘛 對 他也在旁邊 然後他講... 也是這樣跟他講 你同樣說 他漂亮 他年輕的往生很口秀 從此以後 那個女孩子跟了他 到後來有一個人說 通人的專家給他指點 說你有帶女婦 他到他媽來... 來參加這個... 關樓... 關營宿 對 把那個女婦叫出來 三個人對話 當初是你們跟我說的 他說我好漂亮 因為我還沒... 算說他當時也還沒結 但是那一位 他就是附在人家的身上嗎 不是 就是面對面 他老婆進關樓 找那個女孩子出來 面對面 坐在那邊談判 不然他說 你現在要... 因為他們的女兒 自從那一天之後 小人很多 三五時就是身體不好 對 走路又會擲倒 莫名其妙就倒了 然後晚上也受不好 然後就一樣小山落馬 整個精神越來越不好 然後了解了說 他才想說 我就是因為... 剛才莫... 黑白公的 跟他去地獄 地獄 他媽媽也很大風 不好 你要記住不可以了 溫溫阿姨要把你帶來 你做生意 那高法醫啊 其實你這樣子從事法醫工作 這麼久你處理過 最不可讓你自己都覺得 發毛的案子 發毛是不會半天會來找你 倒是真的啦 找你幹嘛 沒有啦 那不是壞事啦 因為這件我是比較... 很痛是說 因為他死了以後 半年以後 他女兒才來找我 說他爸爸不可能自殺 我是說 沒有我們來看很中 因為你跟阿公 我也沒問題 我都會這樣說嘛 對 結果我就... 他就跟我... 他就先拿人家的相片給我看一看 我就看到他爸爸是割那個... 割這個井自殺的啦 那我就...我就說 好 不然我們到現場再看一下 因為看那個割井 一般來說割井的 大部分都是割這裡 不然就割這裡 很少人割這裡的 他就割這裡 所以我就覺得... 我有地獄覺得 這個有看的價值 我就自己去看 那他的房間都沒有... 都沒有破壞 好像市場更早而已 那裡面就是有火燒 因為他是被判斷 是他自殺以後沒有死 然後他自己痛苦 總要把機器砍掉 機器油倒出來 總要點火 總要燒起來 總要死在裡面 那個法醫 另外的法醫是把他研判施葬 所以認為他是自殺 對 結果我去開現場的時候 他現場就有一個錄音機 在上面在念那個... 神經有沒有人要黏那個... 火經有沒有 火經有沒有人 我入獄而已 沒有開氣入獄 我怎麼... 台北還有電 他說我們這個電都沒有金 幾個人在戶 所以他一直在念 他那是迴轉式的 就是一直走的 一直巡迴 我就覺得我沒關係 他說要金我不用 你總要放著 我看很正確 我看了之後我回來我就... 我就說... 你們爸可能有一次有什麼 有問題 那個...那個錄音機 錄音機 總要點他 你蓋的是在那邊點 我說完之後 他總要點他 總要扭我一直說 總要沒聲 對啊 從那裡我講 就是一開始我就開始解說 一個人死亡 被火... 即使他自殺用... 打暗房子 一般我頭上都有一個警 我沒有看到鏡子 所以這個不是自殺 因為我們掛手我們有看的 所以我們不用怕 但是掛暗房子我們沒有看的 所以我們要看怕 所以我每次去看現場 一定... 他整個警都噴我整個火 所以我自己看都會怕 所以印象很親密 所以我看他沒怕 台北很奇怪 台北就說 他死亡的地點不是在起火點 我們沒有人在這點會 走在那裡死的 因為我點會在那裡死 我到那裡死 怎麼還要走在旁邊死 所以這點也很奇怪 第三點就是 他這桌子抬下來之後 我們一般都站在手臉 把它倒下去 或是說... 或是這桌子落成這樣 桌子把它跳過去 對啊 他這桌子是放在桌子上 你覺得看人家自殺抬下來 說這桌子放下來 我來那裡死 這樣 不是自殺這個問題 但是那個法律就跟我說 沒有啦 卡拉斯你不知道 你就沒有來看行程 因為他跟我說 他那時候救火時 進來救火時 頭前門怪 第二次門也怪 沒有人在密室 在那裡 兩個人在台台 怎麼走 沒有外人入侵的印象 對 沒有外人入侵的印象 那怎麼... 這個人殺了他怎麼走 對 我說有沒有後門 他說 對 告訴我 我說 台人怎麼走前門的那麼大隻 我就不要看那麼大隻 我就說 你沒有 不同的法律去看 同一個死體同一個現場 不同的法律去看 不是 真是後門嘛 不是說死體會說謊 是法律有高明有低落 對啦 我們去看 有後面問 我就叫他採子紋 他說他已經過那麼久 還會燒過 採不到子紋 然後我就說 那沒有關係 好 那我們就採那個 看裡面的血跡反應 在那個 他在這個死在這裡的時候 他後面要出 後面問的時候 有一個水槽 他這麼一個廚房 把後面問出去 找一個水槽 我就說水槽一定要採血跡 他問我說 你採血跡幹什麼 這有什麼意義 我說你有沒有看過 自殺人去洗手的 對 但是殺人的沒有洗手 很少看到 對 因為你手都會 你一定要去洗手 洗手他血跡就留在 溜在這個水槽 對 真的就是像你講的這樣 半年還做得出來 他總是知道 這是他殺 然後我們就看屍體解釋 還好這個法律還不是很迷糊 他有做那個血液的那氧化碳 結果血液氧化碳是5% 死後被殺 完全是一個他殺 然後沒關係 這個事情就開始擦擦擦 結果就抓到凶手 他們是利用童年什麼 就去抓到凶手 凶手一天抓到 他們帶到他就來幫我倒閉 對 好才有你在說 今天這個可以解釋 結果我在晚上就忘了一個 我也不知道怎麼忘了 就說我在睡 到半年沒想到 我怎麼跑去吃楊肉爐 因為楊肉爐很出名 我也很愛吃 我跑楊肉爐 我也去吃很多東西 真的很好吃 對 我就在睡 我不知道在睡 但是我覺得我在吃牛肉 然後學一學一學走過來 就跟我說 我就跟楊肉爐在吃牛肉 其實那不可能 因為我們太也不敢吃牛肉 對 我最近說我跟楊肉爐在吃牛肉 那個人站起來就跟我說 高波士 不好意思 給你吃飯碼 這招給我請 我說不要啦 楊肉爐 我沒有理 你不要請 我沒問題 不要這樣 因為我們經常在做電視 有人會這樣說 所以我跟我說 沒有買 不要 楊肉爐說 不要… 給你找過那麼多 我們家人給你找過很多 你家人什麼我就不知道 我才不知道 結果他就跑去 跑去我要入錢 我入獎 所以我突然找到 我怎麼能吃這個沒有入獎 自己突然找到 其實要告訴你這個問題 其實他… 那那個楊肉爐的老闆 那個臉到底是誰 我都不記得 但是我起來的時候 我醒過來的時候 我才發現說 我的嘴巴是油油的 真的嗎 真的嗎 真的有油油 真的有油的像吃過 你有覺得很飽嗎 大嫂有吃到嗎 我哪有 有油油的 你真的忘了照顧我嗎 沒有 我就去那裡 不是 那你那個死者 他是什麼職業 沒有 他是一個 以前做過里長 他就是… 滾的 滾的 那他就是要答謝你 請你吃羊肉爐 後來我這個事情 我就覺得說 奇怪 這個人是什麼 我不認識 他請我吃羊肉爐 我還真的有吃到 隔兩天 他你也就跑來找我 我爸爸說 他有跟你道謝的 哇 他自己要告訴我 對啊 你說他就是這樣 最主要是說 他望他望他媽 他怕說他不相信 但是要讓他相信 就是要起信他 我媽就不吃 那個羊肉的習慣 我如果跟我媽一起吃 所以比較是說 那個人不辭 其實我們台灣的這些 一些刑案 一些冤屈的案子 其實大家都會乙兒穿的 對 有一陣子 我也不曉得 為什麼那些殺人兇手都這樣 他們喜歡 把那個死者的內褲脫下來 幹嘛 脫下來之後 再套到那個死者頭上 他看不到 這個以而傳可的意思是說 我把內褲 套到林曹青頭上 不是 一般的論文是說 這樣還把繃住他的眼睛 他就不曉得是我殺的 對 那還有女性說 這個人戴眼睛 就把眼睛拿掉 他就認不了路 那我還是要再請教高法醫 像我剛剛有提到說 浩平哥他之前做主播 說他泡了半年的骨頭 他會滴血 然後有的是不是 已經死亡很久了 他會長鬍子 什麼長子 那是什麼 長鬍子那個我已經解釋過 那個可能是因為 他泡的浮馬鈴 已經揮花掉了 然後變成水 然後就長那個什麼 那個 這些樹精類的東西 怎麼比牠齊齊齊 很可憐 我上面 我上面去 那鎮鎬呢 鎮鎬 鎮鎬是會長的 但是死是會長很久的 不然一直長不可憐 我上次到那個森科那邊 看一個木 他比較硬 因為他會撞鼓 結果打火而已 他的鎮鎬是黑的 好 好 整個 整個森比較低 就變窗口了 好 好 我也不會